裡面的話 當然你們的資料已經放在雲端上 我覺得還蠻喜歡用雲端的表單 我想在Google的試算表裡面 如果你沒用過Google試算表 請各位注意一下 雲端硬碟裡面有個功能叫做表單 在新增這邊不是有更多裡面的表單嗎 我是用這個做出來的 不外乎就是什麼 不外乎就是表單這個設計一下 裡面就是一個主標題、副標題 然後裡面給個幾個問題 不外乎就是一格 然後這個是長條的 然後另外單選、複選 填完之後的話 再把它傳送出表單 然後給各位一個短網址 短網址的話 其實就是利用goo.gl這個服務 然後它自動可以產生一個短網址 然後再加上一個QR Code 所以在我的雲端上面 或簡報上也都有QR Code 就可以給你們了 那你們就可以有個QR Code 而且我也看到說 這個QR Code或者這個連結 今天有多少人點擊了 其實都清清楚楚的 所以其實 而且這個是free的 完全是免費的 所以蠻長的 應該很多時候各位會看到這個 goo.gl這個網址吧 因為你這邊有個傳送表單 傳送出去的話呢 這邊有個網址 你就可以利用這個網址 去到這邊貼上就OK了 不過這不是重點啦 如果各位沒用過的話 一定要用用看 這太方便了 而且你這個做完之後的東西呢 最後你可以再到這邊有一個是 我們的回覆裡面 你可以怎麼樣 應該是從查看回應這邊 這邊有個查看回應 那查看回應裡面就是說 我會把雲端的四串表當成資料庫 所以你們的資料都到這裡了 那我如果要把它變成Excel的話 其實這邊有個下載格式 它也可以把它變成一個Excel檔 所以其實我在很多地方上課都有提到啦 這個東西現在太好用了 最重要的原因是 它不用錢 而且穩定 另外不用寫程式 光這些東西的話就已經 太棒了 OK好 不過怎麼用使用 我想各位就花一點 最後如果我今天需要怎麼樣 看到最後的結果 比如說我今天 我想知道各位的程度啦 等等的 我需要一個圖表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快速幫我產生圖表 有 你可能會發現 它這邊有個叫什麼 顯示 這邊有個功能叫什麼 表單裡面有個叫 顯示回覆內容摘要 跳出來就是這個東西 其實我圖表就可以馬上看到 所以我們每次上課都會做一下 像進階的同學 所以我們這班 七個同學是進階 兩個同學 是入門 所以如果你選入門的同學 恐怕要有點心理準備 你可能要花比較多時間 回家練習一下 另外的話 再來 大家最想要 這個 工作表的自動化 剛好我們這門課會講最多的 也是這部分 第二多的話是 資料庫跟 工作 工作部自動化也是 在最後一次上課 我會講到 或者在第七第八次上課 會講到蠻多的 比如說有關那個 工作 比如說我今天有很大量的工作表 比如說我有20個工作表 這20工作表也許是 每個部門個別的資料 那我總不可能說 每個 每個部門 我全部都給他看到其他部門的東西吧 所以我需要怎麼樣呢 我需要把 每個個別的部門輸出成 一個也是有檔 只能看到他自己的 對不對 怎麼做 OK 第二個可能性 就是說 我有什麼辦法 而且他不是 如果你要 自己塗髮煉鋼做 很花時間 而且如果每天做的話 最好一鍵 按下去 自動幫你把 把他部門全部出來 對不對 那第二個可能需求說 可能那個部門的 他的電腦 他只有 2000的 現在好像 還有比較舊的電腦 是用Excel 可能不是2000 2003的 那可能打不開 怎麼辦呢 你需要幫他轉檔 有沒有辦法 P4轉檔 這個會講到 另外的話 現在流行開放資料 所謂開放資料 就是放在 網路上面的資料 叫CSV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印象 CSV 所以 怎麼樣快速可以把資料 轉成CSV P4的 這個也會講到 另外的話 還有就是說 最好是一鍵 輸出之後 有沒有 然後自動的話 發Email給對方 這個也會講到 自動化 所以基本上 全部都可以 我因為前面 大家都講到 一塊一塊的 所以把模組化 全部都在一起 就是一個自動化 再來會有一個問題 每個部門的東西 他如果可能 他做完了一些資料 他又回來給你了 可能有20個 單位好了 那這20個單位的資料 你要變成 分出去之後的話 要再把它合併在一起 那怎麼合併在一起 如果你不懂的話 你又再來一次 頭痛 對不對 最好是什麼 自動可以 合併 這些 後面 通通會再講過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資料庫的部分 也會講到 比如說 我今天 我前端的資料 可不可以把暫時存在 Excel 可是我存了一部分資料 可能我們這個 這個部門有很多人 都 做一樣的事情 變成如果你是 要整合資料的人 你要用什麼方式 去整合 最簡單 這個時候的話 你可能需要一個 可能資料庫 那每個人做完的資料 全部都通通匯到那個資料庫去 那你以後的話就管理那個 資料庫就好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一般公司裡面蠻多 就是 前端用Excel 後端就用 可能 SS 也有可能用SQL Server MySQL Oracle 等等的 反正就資料庫就對了 那用什麼方式可以做 整合在一起 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也會講到 所以這部分的話 先跟各位預告一下 其他還有像 VBA的進階設計 這個也會講到啦 反正我們這個部分 當你們有新準備 當然會跟入門不太一樣 不過其實我 常常都會有 一點點 兩難 到底要講的 要到哪個 程度 我怕講得太深 你們聽不懂 講得太淺 你們又覺得 好像太簡單 所以也不用擔心 我會把它錄下來 到時候會寄給各位 如果你實在聽得 有點是 已經很吃力的話 不用擔心 回家多聽個幾遍 保證聽懂 第二個程式 暫時寫不出來 沒關係 我會提供你 完整的程式 OK 你也不用放棄 反正你的心 你的心態就是 Open 就是來學習 就是做 能做多少 就賺 做多少 我們每次上課 可能 大概就 大概三個多小時 三個小時 十分鐘 所以 很緊湊 盡量的時間 盡量多聽 多練習 另外的話 曾經上過哪些課 六個同學上過 然後 為什麼來上這門課 大部分都是 業務需求 工作上有需要 自我成長 OK 其他的話 這些我再看一下 好 所以第一個階段 我們很快的 就大概了解一下 大家的需求 建議 各位有時間的話 如果你對Google的 這個東西 不太熟的話 我強烈建議 你可以 玩玩這個東西 我剛剛全部系列 通通不用花到錢 而且 穩定性 其實還蠻高的 我用這個大概用十年了 基本上還沒出過 Trouble 比我自己架 Server還要穩定 第三個是不用寫到任何 一行程式 以前可能用ASP Darnet PHP 發現 好像還要自己 維護 而且還要寫程式 資料庫 Server 那Server如果掛掉的話 就麻煩了 所以你要隨時盯著Server 現在都不用了 反正丟上去 Google 幫你全部 Handle所有的一切 所以後來我用習慣之後的話 我就 自己怎麼樣呢 又跟他買了空間 所以我現在的空間 大概有多少呢 我後來買了好像是100區吧 因為我發現一個月才兩塊錢美金 其實 算非常便宜 因為他 他每個月給我的都不只這些錢 所以我再回饋他一點點 一個月大概是 六十幾塊吧 用刷卡的 後來那個 那家信用卡公司還蠻貼心的 打電話 跟我確認一下 他說 吳先生有那個外國有charge費用 這個不知道 我說多少錢 他說 折合台幣大概六十一塊 我說六十一塊 那沒有關係 一定沒有問題 六十一塊 後來想想到底什麼 後來跟我講說什麼 Google的Storage 就這個 所以 才六十幾塊 你六十幾塊 你喝一 Starboss可能也喝不到 所以我覺得還蠻OK的 用起來現在 其實沒什麼太大問題 我覺得現在 如果比起來 現在太便宜了 CP值 爆表 所以 我跟這沒有關係 只是因為我覺得 他幫助我還蠻多的 OK 另外這個 go.g 待會的話請各位 連結到我們剛剛的這個網址 就剛剛給各位下面的網址 然後到裡面的話 請各位第一個 我們往後上課 大概我就不會再提了 就是範例檔 下載下來 再來上課的話 請各位 講義 因為可能是前幾期的整理 因為我 不是每一期都重新整理 因為很花時間 所以 最新版的 可能有一些些 會有一點點落差 但是不會落差太大 基本的東西是一樣的 可是如果最新的東西 請各位 還是看雲端白板 裡面的什麼 這個問題一 有沒有 裡面的最後的解答 最新的 除了這個外面有畫面之外 這邊有個程式 請各位 慢慢要習慣 點擊它 在它的右上角 因為這邊當然也可以複製 不過這邊複製貼上會多很多換行 請各位注意一下 因為這個在入門班有特別強調 右上角這邊有個什麼 彈出視窗 請各位請你彈出視窗之後 如果說你將來 你需要什麼 比如說我今天要把這段程式碼 複製貼過去的話 你就Ctrl C 再貼到什麼 貼到問題一 那這個問題一請各位打開 我們等一下需要做到哪些東西呢 基本複習一下 入門班的 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東西標準體重 但標準體重上面有公式 是 幾個啦 第一個是什麼 身高的平方 就是這個 乘上 22除以1萬 所以你要怎麼做 那你可以用什麼 第一個解法是 直接在上面下公式 向下填滿 有沒有 第一個方法 這個是用公式 怎麼做 我想上面有啦 反正你應該會做吧 如果函數公式沒問題的話 不過這不是我們的重點 我們的重點是後面 VBA的部分 做完之後請你把它 改成一鍵完成 按下去 自動幫你做完 OK 所以這個才是重要的 如何一鍵就 按下去 自動幫你把標準體重算完 不是輸入公式 而是把程式寫出來 那程式在哪裡 其實答案就在這裡 答案就在這裡 其實就是 這 其實就是一個回圈加中間這一行 就是答案 所以我剛按下去就是按這個 OK 第一個 第二個需要什麼呢 不是按按鈕 而是插入函數裡面 需要在哪裡呢 使用者制定裡面 增加一個什麼 標準體重 函數 就是如果你的需求 我想要按按鈕 我希望插入一個 也是 制定的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是 你這個工作上的需求 按確定之後的話 他會跟你要一個身高 要一個性別 按個確定之後的話 會有一個結果出來 你再點兩下 一樣可以得到結果 那 這個剛剛兩個 都是VBA 一個是 就是sub 就是程序 所有的程序就是按下去 他就直接做完了 沒有回傳值 那 這個是 Function Function是函數 函數是有回傳值 那回傳到哪裡呢 回傳到你所指定的這個儲存格裡面 他會把最後的結果 返還回來 但是他會跟你要 引述 引述就是 有點問答是 你要跟我講什麼 那我給你一個答案 這樣子 這個就是所謂的函數 如果說 本來eSale裡面就提供的 叫內建的函數 那如果裡面本來沒有 可是你要把它變出來 很多工作都一樣 你不可能內建函數都沒有 那你要怎麼樣完全 match你的工作 那個 就是所謂的什麼 自己定義出來的 我稱它叫自定函數 那怎麼做 其實基本上 不外乎就是這兩個 請各位先把這邊 其實這也是入門班的 前面也做過 大概蠻多練習 請各位先稍微把這個問題1的範例先打開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看這個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 往後呢 所有的相關的資源 都在這個雲端上面 請各位務必 把這個網址稍微記一下 把這個網址稍微記一下 以後就把它寫在你的那個 白板裡面 這個這個 筆記本裡面 那 我們將來就是 上課的最 基本的東西 會在講義 所以盡可能就是說 如果可以的話 假設你覺得自己程度 可能 尤其入門的 選入門的同學 建議就是把它印下來 然後自己再裝訂一下 我覺得這樣會學的 比較 完整 以後的話 你也甚至可以在 印出來的那個資料上面 做一點點的筆記 我覺得是有其必要性 另外就是其他的參考用書 我覺得 可能 你可以試情況 我覺得建議 還是理論部分的話 假如說你覺得理論部分 有很多還是似懂非懂的話 那我還是蠻建議各位可以 去買那個 我推薦有兩本那種 一般的比較VBA的書籍 可以拿來看看